我大女兒從來沒有做過麵包 她第一次做酸種肉桂蔓越莓吐司 結果怎麼樣呢 嗨我是Coach Tim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怎麼樣從頭到尾 每一個步驟的去做這款吐司 而且是我女兒做 讓我們看到說一個新手 願意嘗試的時候 也可以做出很好的麵包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另外一種類型的酸種麵包 這個不是鄉村不是這個最傳統的 因為今天要做的是比較像台灣這種白土式型的 它不是只有麵粉跟水跟菌種 這次會加一些糖甚至肉桂 我們是希望可以做成這個肉桂口味 而且裡面有加有酒釀的蔓越莓的麵包 那也是需要因為是吐司型的 所以會需要用吐司盒 那我會把詳細的這些原物料列在底下的這個說明當中 所以我這邊不一一的說 但是今天會跟大家整個呈現整個製作過程的一個步驟 所以這個過程其實跟基礎的酸種麵包還是一樣 因為我們還是用天然的菌種來製作 製作的第一個步驟通常我是會把水跟我自己養的菌種 一樣這個麵包是沒有任何的商業酵母 是我自己養的野生菌種來製作 所以我第一個步驟一定是先把菌種放在水裡面 讓它比較均勻的溶解 然後今天我會預備做兩份 所以兩條 因為一次做 既然要做就做兩份 而且今天我大女友在這邊 她也可以練習操作 她從來沒有做過 所以她也可以做 有機會做另外一份 所以這個 所有的分量今天是兩份 但是我會在我的描述裡面 把一份的配方記錄在裡面 所以首先加水 加水 然後加水 好了 加水 然後加水 再加水 來 加水 再加水 加水 妳 加水 進去了 最好的 因此 θ�在 再來就是把自己養的野生菌種均勻地混在裡面 好,所以菌種放進去之後 通常會先攪拌一下讓它整個是均勻的 再來我通常也會等個幾分鐘讓它有機會去活化 好,所以等了幾分鐘之後 這個已經有機會活化 我今天選擇是用攪拌機來製作 但是其實你要直接用手去活也是可以 但是我今天想嘗試一種不同的方式 這種有加油脂的麵團 攪拌機其實蠻好處理的 再來就是把乾的原料放進去這裡面 那我之前已經秤好了就是麵粉還有糖、砂糖 好,那就讓它攪拌 大概通常攪拌著差不多三五分鐘 就看它的狀況 然後再來還有奶油跟鹽 那我會先把奶油放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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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用手套 加一杯 我會先把奶油放進去 就在這裡面 就好,那我會先把奶油放進去 然後再加上手套 會先把奶油放進去 再加上手套 然後再加上手套 再加上手套 好,那接下來就給它等,攪拌差不多三、五分鐘左右 好,那這樣子差不多了,已經是整個混勻了 那接下來就是要讓它有時間去發展,去發酵 這個整個過程其實跟傳統這個鄉村也蠻類似的 前面幾次的這個翻面,我還是會用手來處理 然後也是差不多每半個小時翻一次 大概會翻個兩次或三次,就是看今天的溫度的狀況 雖然這個是比較有壓加油又加糖的麵包 但是我還是比較堅持會希望可以自己吃 用野生酵母去發酵的麵包 因為這整個過程當中,這個酸種菌種,野生菌種 跟一般商業的菌種的差別還是它對這個 裡面的膚質的分解跟消化,還有裡面的植酸的分解 因為膚質這個植物的蛋白,就是麥裡面的蛋白質 人體還是比較不容易消化 那這個酸種的過程當中可以幫助這個先去做一些分解跟處理 讓我們身體比較容易消化跟吸收 那植酸的部分的話,我之前也提過 因為它是一種算是營養抑制 我們吸收這些營養養分的一個物質 那所以如果可以處理掉的話 我們吃這個麵包 特別是在同時吃其他的食物的時候 我們身體對這些營養素 礦物質、維生素的吸收會比較完整 所以如果我吃任何麵包 基本上我都會堅持 我是自己做 不然就是你一定要買到 它真的是用野生天然酸種酵母來製作 那當然麵粉也是很重要 因為有許多麵粉它來源的關係 所以有一些農藥的殘留跟污染 那特別是嘉磷塞這個除草劑 所以我自己做麵包 我自己店裡做麵包 我們都會用歐盟進口 就是基本上是法國進口的麵粉來做 因為歐盟的標準跟台灣 其實是差非常非常多 我之前有提到 好剛才機器攪拌完 已經半個小時了 那我們的步驟跟傳統的酸種 至少我自己的做法是類似的 就是30分鐘之後 然後我會用手去翻這個麵團 這比較不是用傳統的攪拌方式去發麵 而是用翻轉的方式 所以我先手沾水 然後用拉的方式把它折疊起來 可以看到它這個晶性已經出來了 已經發展了 可以感覺到這個手感也已經不一樣 所以它已經開始 開始發展這個菌 在裡面已經出生一些果效 所以就翻個幾下 然後再繼續等半個小時 所以這個過程大概 看起來至少還要再兩次 今天的狀況 所以就要翻到它 你可以看到出來這個表層 有稍微有一點點泡泡出來 就是它的這個氣 裡面菌種 在發酵 在吃這個碳水化合物 釋放出來的二氧化碳已經形成了 應該就可以進入在下個階段 所以這個過程很像 看起來今天還要再兩次左右 那這個酸種是有奶油的配方 在家裡的話可以選擇像一般的奶油 像安家奶油 安家奶油其實品質是不錯的 紐西蘭的牛 大致來講是比較多是屬於草式的 那你也可以選擇用無水奶油 那我們在店裡主要是用無水發酵奶油 是法國進口的 那它因為水分更低 它甚至把這個可能在奶油裡面 還有一些些殘留的乳蛋白也都去除掉 所以有些人可能特別對牛奶的蛋白質 是有一些過敏的話 也許可以嘗試無水奶油 或那個無水發酵奶油 身體的反應可能會更少 那現在我們要準備是要再翻面再一次 這是第二次的翻面 看起來它還需要一些時間 今天的溫度 也因為已經11月中了 所以比較涼 所以沒有那麼 室內溫度沒那麼高 所以時間可能會長一點 那我現在也是就讓我女兒來翻這個面 就是讓大家知道說 其實它也是第一次做 但是還是可以做得很好 這個翻面的方式跟傳統的 傳種做法其實差不多 它也是第一次在做 它就讓它有伸展然後折疊 伸展然後折疊 所以三五次大概就可以了 也可以感受到它這個筋性已經慢慢的在發展 它又更有彈性 你能感覺到它是比較穩定的 對 然後手稍微沾一點水 它就比較不會沾黏的這麼嚴重 OK 非常好 整個過程差不多已經兩個小時左右了 那現在 因為看起來它發展的程度還需要一些時間 所以我再給它一次的翻面 然後看看它的這個表面的張力 跟它的這個氣泡的發展是不是差不多 其實你已經可以看得到它 有一些些的氣泡已經開始在發展 所以這一次應該就足夠 那下一次就可以把它分成兩個面團 然後就預備要下一個階段的整形 這個階段的前階段的發酵差不多了 那所以我現在準備就要把它整形 然後讓它在桌面上再發出一些張力 那但是因為我這一次的份量是兩個 所以我要先把它分割 所以我這個成為兩份 那這個 這個步驟我只是要先把它很簡單的搓圓 那有時候你覺得說完弄的 這個手會沾得萬七八糟的 那就抹一點粉在上面 然後做面上表面上都可以稍微抹點粉 那這個面團不像鄉村的這麼濕 所以其實還好 因為它這有點油性在裡面 還不是太難做這種這種整形 你看其實它也不太會沾黏 就稍微簡單的把它搓圓 那你可以看到它這個表面的氣泡 也已經出現 所以它這個發展還不錯 所以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那我們就給它在桌面上 這個筋性再稍微鬆弛一點 那我們下一個步驟就要把它擀平 然後要放內餡 這兩個面團有差不多20分鐘的鬆弛的時間 所以下一個步驟呢 我們就是要把它擀成長條形 然後撒上裡面的一些內餡 那這內餡是有一些砂糖跟肉桂粉 所以先鋪上一層 鋪上一層之後呢 再撒上 我這次選擇是用蔓越莓乾也可以用葡萄乾 它裡面為了要提升它的味道 所以還加了一些香草精 它會比較相比 比較有這個聖誕節感恩節的這種感覺 所以這個步驟呢 也是可能在家裡會覺得比較難處理的 因為也許你沒有這個擀麵的工具 我甚至在家裡 我上次做的時候 我家裡也找不到我的這個擀麵棍 擀麵棒 所以我直接用紅酒這個酒瓶去擀 其實也是可以 而且有時候我們覺得說 我是不是弄得不平均啊 當然我們盡量讓它可以大小平均 然後比較是放心 但是有時候真的是不容易 但是其實也沒什麼關係 我們在練習的時候 當然都不會做得非常完美 但是你放在這個盒子裡面 再去給它發酵的時候 其實出來的效果都還是非常好 所以我們現在這個階段 就是要把這個麵糰把它擀開來 那我們一次一次一個 所以我這個就先放在旁邊 好那你把它擀長之後呢 就要把這個糖跟肉桂粉灑上 那盡量就灑在這個中間的位置 稍微留一點邊 再捲的時候會比較容易 那這個重量是差不多75公克 就是已經混合好的75公克 因為我這邊有兩份 所以我是要秤那個重量 好那下一個步驟 就要把這個也是鋪上去 比較均勻的鋪上去 那這個差不多有80公克左右 然後現在用到地上去 時用那個搭帶來 開來後我們把它打開 開來就可以了 然後再用這個搭帶來 我們要把我們相關的 那個搭帶來 開來後再用開來 把這個搭帶來 再用這個搭帶來 開始讓我們按一個消息 加一點搭帶來 而真其他搭帶來 沒有要不正確的 這種搭配搭帶來 是一滴的搭帶去 drug搭帶來 若搭帶來 柯搭帶來 甚至於一個搭帶給 洪有 backing 鋪上去之後下一個步驟就把它捲起來 然後要把它放在這個模子裡面 所以有一個長條形 你可以把這個開口的地方稍微把它 把它合併起來 所以看起來其實我也沒有弄得特別注意 當然在店裡做我們會比較小心 但是其實在家裡做 形狀它只要大概可以進去裡面 因為它還需要很長的時間的發酵 整個形狀會模子把它撐起來 所以不需要太擔心這個部分 這樣就完成了 所以我也會讓女兒試試看 你可以看它做出來其實果效不會差太多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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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